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没什么反差 对 我印象中的她好像就是挺爱笑的 接触之后感觉也是挺爱笑的 跟她搭戏就是莫名的 我就是很想笑 就是她说什么我都想乐 她就像一个火宝一样 如果是你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帮李小楠 最合理的途径还是向警察叔叔求助 还是应该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你觉得李小楠身上最大的闪光点是什么 我当时看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女人是一个很强大的女人 我当时从文字中甚至能读出可怕来 我觉得这个女人在自救的过程中 她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心理 然后也非常的坚强 然后心思很缜密 甚至让我先毛骨悚然 李小楠对于王诚意味着什么 李小楠对于王诚来说 她是一段美好的青春回忆 对 然后在一个人生的转折点上出现 拉过她一把 对她来说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你觉得王诚对于李小楠呢 成量如此 她就是出现在李小楠的中年时期 不是中年吧 也没有到中年了 就是对青年时期 也是在她困难的时候猛然出现 演完这个角色的收获 那肯定是有收获的 对因为 本身我出演这种时装剧 其实经验还是比较少 然后她有这个悬疑题材 其实呢对于演员要求还挺高的 不过呢有这次的锻炼呢 应该以后再碰到类似题材 会更顺手一些 如果以王诚的身份 最后再对李小楠说一句话 你会说什么 说一句话 说一句话不是 不是导演想说那句话吗 就是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哭了 对我也想说类似的话 对因为 因为里边这个李小楠能 这类确实没少掉 能对着镜头对李小楠说这句话吗 玩尬的 玩尬的 跟我 玩尬的 可以 什么玩的 以后我不想再看到你哭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赏喔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转发 shows two our next o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